好,應該搞定了,應該搞定了 好,那我們就來,我們開始的時候應該等Jusica進來 那我們就看那兩條,這條是不是上次黏了 其實我們上次黏了沒有? 還沒有,那Marco可不可以回答這條嗎? 好,幫我寫下 2-NO-ACID是2,2即是2個C 1-2,NO-ACID即是COOH收尾 所以應該是 這條是第13年的第4A 13年的4A 我們現在想等這位的時候,我們做一些題目以下 那這個東西才是2-NO-ACID 2個C有一個FUNCTIONAL GROUP 2個COOH 那這個才是2-NO-ACID 但是這次呢,有2個FUNCTIONAL GROUP 2個都叫做COOH 所以凡親2個,即是O-NO-ACID 都是O-NO-ACID,是不是? 都是O-NO-ACID 收尾,因為是FUNCTIONAL GROUP COOH 但是這次有多少個FUNCTIONAL GROUP? 2個,所以凡親2個FUNCTIONAL GROUP 呃,不是這裡 總之有兩個FUNCTIONAL GROUP 譬如有些DI-IN DI-O 所以這裡呢,又要加一個大在前面 那這個呢,要是 DI-OS 要有一個大字 那幾個C 2個FUNCTIONAL GROUP 都是加一個ETHING 本身是ETHINGDI-OS 但是呢,我們N和D 都不是八音的字母 所以我們要保持E 在中間的 所以就是ETHING 即是你讀的時候想提醒自己 就ETHING-NAT DI-O-S 那這才是E18 那很多同學都將它混合了ETHING-NO-ACID OK,這個是ETHING-NO-ACID 這個是ETHING-NAT DI-O-ACID OK 好,那繼續做多一條先 等下Jessica都可以WAM-UP一下 去到14年 14年,14年 14年的第三 B1 14年的3B1 那昨天也是同一班的FORM5的同學 那 也不是每一個同學懂得名字 好,Thomas 這個名字了沒有 1.1.2.5 可以幫我寫下它,怎樣去Name呢? 都是看了幾個C,有兩個C 所以什麼functional group?CCDoubleBond 所以有King group,所以就是2邊 寫了一個味道,看前面有什麼 魚蛋在上面,有這些Koro 扔在第幾個C,就是扔在第1個C 所以可以1,2,可以插給第1個C,可以插給第2個C 所以現在2個都是插給第1個C,可以叫1,1 有多少個C,2個所以就插給第1個C 好,這個也不算特別難 唯一上次,昨天那位同學錯了什麼 雖然是錯的,但也可以聽聽他錯什麼 那那個東西,我畫給他 就是這個東西,試試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怎樣Name呢? 如何Name這個東西呢? 好,Marco是怎樣Name呢? 是的,Dicolomea 是的,Dicolomea Dicolomea,Dicolomea 那他寫了什麼呢?他就寫1,1,Dicolomea 那不需要1,1,是不是? 因為他一定要貼在第1個C 第1個C,所以就是Dicolomea 好,搞定了,那搞定了 那搞定了,我們今天會開始講一個L King的另外一個很經典的reaction 就是L King裡面的 substitution L King的substitution 好,自己拿字幕,有沒有字? 有沒有字? 有嗎? L King的substitution 那L King的substitution是什麼呢? 那我先給你 就是總之你要做這件事 譬如我給你一個methyl 我給你一個bromine 那你會出了什麼呢? 我們先寫一個一條general的equation 就是什麼情況都出來了的equation 就是一個methyl加一個bromine 然後做substitution行為 substitution就是取代反應 取代,什麼叫取代呢? 就是待會的br atom 會取代了一個h出來的 那這個情況我經常用一個例子的 就是一個二拉 這個小三晴虎 會取代了一個正室的 這樣就換了一個h出來 所以令到結果會出了什麼product呢? 取代了它 取了出來 那麼h去了哪裡呢? h就會跟剩下br atom 就會出了一些small molecule 就是hidrogen plomine 那只有一個情況 可能有第二個product出來 就是今次取代兩次 取代三次 以及全部都取代了 所以這個就叫做substitution 好嗎? 所以你看到眼鏡最少都有幾個product 1,2,3,4,5個product 但是還沒完 可能還有一個product 好,考考大家 Thomas 剛才我說最少都有這 1,2,3,4,5個product 你覺得最有什麼product 應該還有一種product 嗯 還有一種product是可以出現的product 那種product是什麼product 不知道 不知道 好,Jessica呢 想不想到 應該還有一種product 應該還有一種product 那種product是什麼呢? 呃 是不是 BR HBR HBR 還有什麼啊? 我記得嗎? 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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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Marco呢? 鋼 鋼 如果是鋼鋼,哪一隻鋼鋼? 是 free radical 這個 等一下會告訴你什麼 但是現在問你一個product 3 radical 不可以做product 3 radical很reactive 他們會失去那個3 radical 才會斷 但還有什麼產品呢?我幫我記錄下最後一個 好,稍後會看到一個是 這個Ratical 是不是?你說3Ratical 還有這個3Ratical 都要組成在一起 就是這個產品 明白 這就是兩個C的Compound 兩個C的Compound 我幫我記錄下 兩個C的Compound OK,沒問題了 知道它有這些產品之後 我們就要理解它這個Ratical的性質 它是什麼nature 對於substitution是什麼nature 我們就記錄下 我們說substitution是一個 chain reaction 就是連鎖反應 何謂連鎖反應呢? 連鎖反應就是 牽一發動全身的意思 大家有玩過骨牌嗎? 一顆骨牌,兩顆骨牌,三顆骨牌 去到第一百顆骨牌 總之我推動了第一塊骨牌 它就會一個連鎖反應 自己去引發後面的reaction 不需要你逐發逐快推它了 明白,這個叫做連鎖反應 那就是怎樣呢? 就是這個連鎖反應連帶的關係呢? 它是一個uncontrolled的reaction 是一個控制不到的反應 你控制不到它的 譬如大家玩骨牌 我一定要在這間下跌 要在第二十塊骨牌停的 行不行 不行 不可以 至於它有多少塊骨牌 它就會自己一連串連鎖 所反應 好,Marco,跌到幾時停了? 跌到幾時停了? 沒錯,跌到沒有骨牌 所以有一個uncontrolled的reaction until all reactants reactants until all reactants use that up 直到所有的反應物都用完 它才會停 那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blamine用完 或者methane用完 它就會停了 之後再給我寫多個了 它的product是一個什麼的性質? product是一個mixture mixture of product 是一串product來的 不是單串一塊 是一串的product OK 那你可不可以控制到它出什麼product? 也不行 你不可以控制它出什麼product 但可以令它大部分出什麼product 什麼意思呢? Marco回答我 如果我有很多blamine 只有很少面星 很多blamine很少面星 那它應該會出哪個product 比較多 傾向它走向下面出多些 還是 是的 走向下面出多些 就是可能有超多這個 OK 因為有很多blamine 那blamine 那blamine就塞上去 反過來 如果它有很多methane 只有很少blamine Thomas會出哪個多些? 沒錯 就會出上面這個多些 那只可以透過raceal去控制它出哪個東西 多些 但是不可以控制它出 一定要出這塊東西 或者一定要出這塊東西 就不可以了 是一個uncontrol的reaction 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真的去學一下 怎麼畫的 喂,記得有學過這些嗎? 記得嗎? 記得嗎? 我們一起溫一下 待會就會做一條long crack 好,來吧 幫我看一下 剛才說的chain reaction 凡親chain reaction的subjectation 是分三個step的 分三個step的 分別叫做什麼呢? 好,看看立方 第一個step 叫做chain initiation 即是開始的反應 initial 即是一個開始的反應 這個字 考DACP必須認識 要認識 很多同學都不認識 initiation 這個字 initiation 連鎖反應 是這個開始的第一步 initiate即是啟動 好,有一個口訣 就是由沒有鼻子 變成有鼻子 對,剛才Marco說的 就是鼻子 那些鼻子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現在可以說一些 是一些unpaired的 electron 一些未被 跟別人配合的 一些electron 那為什麼有鼻子沒有鼻子呢? 好,它就會由 例如我給你一個blomine 好 我會變成什麼呢? 麻煩你幫我記錄一下 要有UV light 或者有Hit 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要是寫UV light 要是寫Hit 透過這個能量 去把這個東西拆開它 先看到嗎? 拆光需要能量 那把它拆開 拆開了變成 這個東西 有多少粒? 兩粒 那所以說一次 沒有鼻子 沒有粒粒 變成有鼻子 其實那些鼻子哪裡來的呢? 就是這條 庫菲蘭波上面那些 那些 那些electron 兩邊都有一顆electron 大家各自翻回原本的位置 就能夠出現這個部分 A-Level的時候 那時候需要畫一些箭嘴 現在不需要畫箭嘴 箭嘴代表了什麼? 箭嘴代表了那些electron的走法 但是現在你們不需要畫 第一步就是這樣 完了 又沒有鼻子變成鼻子 所以這個條件 就是一定要有UV light 一定要在日後才可以做到的 或者是給它 因為為什麼呢? 它需要能量去解鎖這個光 OK? 好,來到了第二步 就叫做一個train propagation 就是一個連鎖的中間的部分 propagate 叫做發展 就是有開始 有個發展 還有最後寫完 C 就是train termination 都很簡單 就像講故事一樣 有起乘轉合 有開始 有發展 還有 termination 就是結束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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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幫我寫 開始 你只能寫一步 結束 也只能寫一步 但是發展要寫兩步 最少寫兩步 好,來吧 看看它中間做什麼 好,來吧 原來一開始就有個議題出來 就會跟剛才出來的這個free radical 就會有些事情搞的 那又來了 上面呢 又有兩粒elatron 一粒 回到carbon 一粒呢 就回到H H 就會跟這一粒 跟這一粒 就會形成了一個bond 所以第一件會出了什麼呢 就會出了這件東西 和剛才第一個product HBR 那這裡有口缺的 口缺是什麼呢 不過我可以記住它了 就是 由一粒 鼻子 變成出另一粒鼻子 從一粒鼻子 出了另一粒鼻子 在methyl群裡 它不是methyl 因為它沒有H 它是methyl群 那還沒完的 因為 我說要寫兩步 我們從這個就開始了 從這個東西 今次又加回什麼下去呢 又加回bromine 整個bromine 進去 好 今次又再抽了 今次這個是出來 這個是走出來 這個是走出來 這個是走進去 所以變成什麼呢 剩下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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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又是由一粒鼻子 換了另一粒鼻子 那就是這樣 你可以如此類推畫下去 你可以從這一步 就是這一塊 變成這一塊 再做多兩次 最後會出了兩個br 再做多兩次 三個br 再做多兩次 四個br 再進去 但是我現在做一步 可以了 因為我們今天很穩定 我不和你畫完 你喜歡的就是自己畫 就是把這塊 變成這塊 變成這塊 由頭畫多一次 多畫多兩步 好嗎 好來到了結尾了 結尾講了口徑 這個口徑是什麼呢 今次開始的時候 由無變有 由無鼻子 變有鼻子 那結尾你覺得會怎樣 Marco 由無錯 由有鼻子 變成無鼻子 OK 由有鼻子 變成無鼻子 好 那是什麼呢 你隨便一條都可以 Either one 麻煩你 隨便一條都可以 譬如 把剛才的東西 合起來 或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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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寫問大家還有什麼 產品呢 就是至於任何兩個 這個free radical走在一起呢 都可以做為最後一個ending的部分 是的 有鼻子 這些叫做free radical 這些叫做free radical free radical free radical 是的 叫做free radical 中文叫做自由基 自由基 不是Ion來的 Ion是有帶證符號的 所以它不是Ion 是一個free radical的自由基 行不行 好 再說多一點點 為何突然會誘發這些連鎖反應呢 回到前面 何解它會突然有這個連鎖反應呢 因為呢 剛才我們畫了很多次 連鎖反應開始是因為它裡面有一些叫做 自由基 這些自由基是非常非常活潑的 很活潑的 為何這麼活潑呢 它有一顆燈光 突出來了 是吧 正所謂什麼呢 人有錢就生癢了 有錢就周圍玩 你當它這顆是剩下的錢 沒有人管著它這顆 這顆燈光 它喜歡跟其他人去玩的 所以就會很reactive 導致了它有很多的連鎖反應 OK 是停不了的 什麼時候才停到 Thomas 是reactive 用完就停了 好 那搞定了 溫殺書了 溫殺書說 立刻開第15年的第六條 是不是15年 應該是這條來的 好 來了 自己五分鐘時間 和我做一做 可不可以幫我記錄那三個步驟出來 哪裏是哪幾個步驟 你幫我看看 我看見到哪裏是哪裏都不會走 那裏是哪裏 那裏是哪裏是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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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裏是哪裏的 自己穿上衣服,我試試看 谢谢观看 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明白可以开声问一下 Jessica也是,上车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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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吧 后面有的 先看完 Jessica后面有的 后面也是那一条 不要打算只有这么少 后面也有 多一分钟好吗 好,一分钟 Luko,你做完 可以看完后面第八条 看完第八条,好吗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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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吧 不如试试一齐看看 好吗 好,他就说了 稍后再教光一点 可以了 他说了 Initiation 写完这些字 麻烦你确保自己识识 中间两部就是propagation 最后这个就是termination 三部都要的 那么他说了 Name the type of vers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这个东西 from me think and blow me Mako叫什么 对了 叫做substitution 那就写吧 substitution 有些同学都连substitution 不懂识识 那有人叫他名字 麻烦,一定要写个名字 Ostated Condition Leader for the rational 就是Thomas 是的,或者呢 是的 或者是underheat 那他这一条 他这个marking scheme 很有趣 他有一个字 我想大家学一下 他也给你接受 他叫什么呢 可以加入一个free radical initiator 即是 启动free radical的东西 或者速成有free radical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第一是UV light 第一是hits 是不是 就是启动 令到他没有变有 那个叫做initiator 这个都可以的 这个其实包含了UV light 或者hits 好的,Stated expected observation 这个刚才我没有说的 有什么可观察变化 就是你觉得会有的 由本身bromine 是一种啡色或者橙色 之后变成 咦,看到这边没有了bromine 就是bromine gas 就是bromine atom 那你期望究竟它是会 有什么observation呢 Jessica turn brown turn brown 还是colourless 听不懂 是turn brown 还是turn colorless 是啦 就是由brown 变成没有 是吧 这个是brown colourless 没错,由brown 变成colourless 让我写了 from brown to colourless 或者 marking sim 常常用的字眼 就是说bromine is decolorized bromine is decolorized bromine is decolorized 被人 转称 转称 brown pale brown 他这个 通常 marking scheme 他就不会写 由brown 变成pale brown 因为他这个reaction 是non-stop 直至到什么时候完 直至到他用完reaction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bromine 用完了 还是明星用完了 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就用 一是brown to colorless 一是 is decolorless marking scheme 应该我这么久也没有见过 是会写pale brown 是的 就是你当它全部是100%用完了 OK 那考试下 你当你不确定 你当然不要写这种彩界的东西 OK 但是记得学一下这个字 Decolorize 被人褪色 没有了眼皮 那marking scheme 常常用这个字 大家可以学习 好 去到后面那个 快点了 好 后面有一条问是什么呢 他就说 with reference to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explain why the species has a high reactivity 为什么这些东西有这么高的活泊度呢 他叫你解释 用什么来解释 请你根据with reference to 降低这些东西 麻烦 with reference to from 什么 什么 consideration 就是从什么考虑 或者什么 with respect to 什么 这些呢 其实都是提醒你的考试 提醒你 麻烦你待会答我的答案 要用什么来解释 用一个电子的结构的逻辑去解释 Electronic structure 就是说什么 281 288 282 那些就是Electronic structure 就是Electronic Arrange 他叫你从这个观点去看一下 为什么它这么没了 好Marco到你来说 为什么这么没了 他要跟着这个Octet rule 所以呢 所以呢 明白了 ok的 因为它要达到这个Octet structure 那我们反过来说 就是它现在是达到没有 它现在还没达到 可以说 可以说 因为它现在 它现在有一个 无双子的 Electronic 那它现在没有达到 它的稍稍的Octet structure 现在可以分达 它还没有达到 稍稍的Octet structure 现在可以分达 它还没有达到稍稍的Octet structure 所以就这样跟人们反应 对 就是一个比试 好 搞定了 去到下一条了 Goreaction of Methane with Bromine Can also form other single carbon containing 的Octet structure suggest one such compound 如果这样看呢 就是刚才呢 这粒东西写得不呢 这粒东西可不可以写在这个位置呢 不行 因为为什么呢 Thomas 为什么这个东西不可以 没错 因为这个是2 carbon compound 不是single carbon 就是一个C 所以人们已经限制了 你不可以写两个C 所以人们已经限制了 那有什么可以是答案呢 Ch2 Br2 对了 譬如Ch2 Br2 或者呢 Ch2 Br2 没错了 好 搞定 那HBr 可以吗 不行 因为要1C carbon 1C的containing carbon 1C的containing carbon 我就是suggest a condition so that the reaction of Methane with Bromine can form more 可以出多些CH3Br 但是少些其他的Organic compound 好 Jessica 怎样可以令到我出多些 出多些 上边的东西 出少些下边的东西 摆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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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可以写两个 一分上面 一分下面 随便写一個 就可以了 要不就要怎樣 要不那 要不请你 このCH4 in excess 摆多些 有多些 Bromine is the limiting reurton 學校的两个字 一個in excess 另外两个是对立面 你两个写一个 就可以了 行不行,可以了吧,好,之後用OK的話,我們去這個 有條MC想做的,多做兩條MC,好嗎 我們今天ALL CAM的部分就溫到這裡之後,我們做今天派的兩張 那我等一下會發給你的,Jessica 好,去到14年,14年的第十條 14年的十,和 14年的十,和100年的十三 140,和1813 幫我做完這兩條,這個時候我就發出 我們今天印了兩張PASS paper 和大家做的Jessica 我發給你 謝謝 一百年 是否第十三 兩條MC做完了沒有? 一百年那些應該是不難的 好,我們事不宜遲 Jessica答第一條好嗎? 我只是做了一百年的 好,你幫我解答一百年的答案 是否B 先看看 一百年,我問你 以哪個步驟可以進行 考決就是由有變無 由有變無 由有鼻子變無鼻子 總之由有鼻子變無鼻子 對嗎? 好,我想問Marco 第二條A的答案是B CB CB Propagation 好,完成了 即是去到 2014年的第十條 Thomas哪條?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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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 如果您的所有產品都沒有錯 那其實都一樣 因為不控制的反應 他們全部都是一個混合 的,它是特地陰來的 給你什麼一模 兩模 這些全部都是陰來的 OK 好,之後呢 我們去到我們的 今天我們做到這裡 如果有時間剩下 我們再回頭做 因為我怎樣都想跟大家 不想一次過是溫一個東西 我們去拿泥溫的東西出來 好 自己試一下做 我不跟你說了 自己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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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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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麻煩畫圖,雖然它已經有圖給你,寫一遍畫圖 寫一遍畫圖,寫一遍畫圖 寫一遍畫圖 寫一遍畫圖 通過測試畫圖 寫一遍畫圖 第一條呢,別人要你寫什麼,看清楚,別人要你寫Ionic Equation Ionic Equation,即不是chemical equation Ionic,即是有一個Ionic charge在右上角的頭頂上 Lattos,奶類有什麼糖,奶糖,乳糖 是的,盡量盡做,用你的方法 這條呢,一至一有聽,2012年的考Tidration 這樣就不算難的 其實Tidration,其實你知他的步驟,其實 你也是這樣做的 他難,即他不可以有太多的變化化款 因為他要跟隨他的實驗步驟 所以那些學校有跟你做過實驗 其實你就應該很熟一些做什麼事情 我們那時候讀中四,開始做Tidration水 就是這樣做,中四又做,中六又做,所以對泰瓶是非常熟悉 Lad Report很多時候都是做泰瓶的 Jessica做到哪一條? 做到哪一條? 我只做到第一條 聽不到 我只做到第一條,我忘記了 你忘記了,那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我抽這條和大家溫習是非常之好的 我多給兩分鐘,好嗎? 我多給兩分鐘,起碼就算你真的不懂做 起碼大概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知道他的問題問什麼 因為你不想,我就很怕有些同學 不想,上課人抄答案 其實抄答案是沒用的 你自己回家都懂得抄 你現在沒辦法 但其實上課堂是你們想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條,為什麼要這樣想呢? 或者我應該怎麼入手呢? 最重要是學這些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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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第一頁呢,都未去到研發的部分 第一頁,都是問回分科 包括Fort 1,2,Combined Science的東西 是去到中間 這條,可能去到D部分 才是講Titration 尤其是第三條才是講Titration 所以你說,阿Sir,我不懂Titration 其實你是不懂第三條 那這些什麼Name the apparatus 那些實驗儀器,你沒理由不懂 不懂要打掌自己的嘴 要打手玩 我給你選這條 一是Be Red 一是PiPack 那些同學經常都混亂這兩個東西 一個是Be Red,一個是PiPack 好,來看看 幸好選這條Titration 他就說了 一個Fertilizer,一個肥料 Only Contains Ammonium Nitrate and Potassium Chloride 麻煩幫我降低那些Edward Only 只有這兩個東西 別人講得明白了 就是為你方便 如果有太多東西就好 所以現在就是混亂這兩個東西 一個是Ammonium Nitrate 一個是Potassium Chloride 那你見到啦 凡乎是Ammonium Fertilizer 裡面總會有些Ammonium的成分 是的,因為學到這個什麼 去到高年級方式 會有一個Process 叫做Habas Process Habas Process 它就是做什麼呢 就是做Fertilizer 我們做Fertilizer 怎樣做呢 就是將H2加N2 做NH3 做Ammonium 這個裡面的Fertilizer 一定會有Ammonium OK 這樣就說了 KLL的測試 不過間隔一個實驗目的 你做每一個實驗 如果你有做Net Report 老師都要你第一步 就要寫實驗的目的 這個測試的目的 或者它的目的 就是要怎樣呢 去整個實驗 去找出它裡面的 percentage by mass of Ammonium Nitrate 所以如果這個實驗目的 待會最後 在這個題目 你一定會計到一樣東西 提出到 percentage by mass of Ammonium Nitrate 我想問 何謂percentage by mass of Ammonium Nitrate in the Fertilizer 這條色是怎樣呢 就是這條色是怎樣的 Marco 如果要你找percentage by mass of Ammonium Nitrate in the Fertilizer 人家給了三點陰靈 是沒錯 就是除了Total mass 除了Total Total包括什麼 包括這個 versus Ammonium Nitrate 加來加加了加州 dwarfs 那這個題目 已經給了你 三點一五零了 這就是小額一百分之一 所以最後一條色 你會寫到這些 但問題是 我找到這個三點一五零 我找不到一個 professor & Ammonium Nitrate 所以要透過濾度去找分子的部分 譬如說分子給你是2.9% 那你就把2.9%除3.15% 明白嗎?做了什麼?明白了吧? 好,我們看看吧 第一塊,50個Cm3,8個Malurage QH 滴下來,有些Vertilizer,裡面有這兩塊 3.150,燒它,等一下不知道 你看到有這樣的設置 一個滴下來,另一個呢 碰不到這條管的,有些什麼可以走上去? 氣體,所以你看到這樣的設置 告訴你,等一下會有些 有些氣體會走出來 會從這條管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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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之後有這個Condenser,Water Condenser Thomas是用來做什麼?Condenser 沒錯,用來Condenser 我聽了兩個字已經夠了,就是用來Condenser 冷卻,冷卻就是由什麼變回 做什麼? 由Gast Day 沒錯,由Gast Day 變回Liquid Day 它就是在這裡做冷卻 OK?但這個就算你還沒有冷卻 不要緊的,因為下面還有一個 HCL,待會也會有其他東西玩的 我們就看到設置到這裡 記得,考試DSE 通常這些實驗設立 你讀書是沒見過的 老師也會上課不會教這個設立 但要透過你的邏輯分析 你會追著每一個步驟 做什麼 你一邊看的時候就像我一樣 考試的時候我都會把我理解到的東西寫在 有時候可能會寫得多些 但不要緊,總之裡面有你想用的東西就可以了 KOH was added slowly to the Fertilizer 慢慢滴下來 和這個混合就會熱輕微 剛才說了 原來是Liberate Ammonia 我提到你了 會釋放出 Ammonia 這個位置就是 Ammonia Gas Panix-arm 為什麼會有 Between Ammonium Nitrate 和KOH was first cooled in a condenser 之後就會在這裡冷卻 之後就會pass through 一個inverted funnel 倒轉的漏斗 to a solution 分析0.0405mol 的HCL 0.0405mol 把這些資料寫完清晰 在這裡就可以了 因為有時候很瘋狂的 很瘋狂的 有時候 資料顯示了給你 題目文字上就沒有給你的 有時候問題入B 顯示了資料給你 圖就沒有給你的 所以不如你把兩邊的東西 給我寫出來 OK Solution will finally made up to a 100 cm cube and label to S 即是待會 dissolve完下來之後 就加水 加到100 cm cube 那之後就叫做 s 這個就叫做s OK 它就寫了 Write an ionic equation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這個東西和這個東西 如果你深水清的話 我紅色不降低的部分 就是它們的reaction的部分 所以你要寫什麼呢 我求你寫一下 我剛才記裡面寫到的 試一下 即是現在我給你了 manage for 什麼charge 啊 剩下 加什麼 加什麼 我看 我看不到 不行 Ionic 這個就是 做什麼 呢 和做reaction的部分 沒錯 OH- 出 還有 沒錯 這個就是需要的答案 這條其實是方科學的 如果你不記得了 請你幫我寫下方科學的那條色 方科學學了哪條色呢 方科學學了這條色 NH3加水 即是amonia desophing water 是雙漸咀出什麼 amonia 加 OH- 這條是必須認識的 很多方科同學 或者甚至去到方5 都不記得了這條色 那時候是acid alcohol的科學 那現在只是反過來 因為是reversible 我加了這邊的OH 是不是整件事 就會向這邊走 回頭 這條 這條不行 因為是Ionic equation 而且是由這邊開始的 所以你不可以由這邊開始 你不可以寫這個 一定要寫這個 OK 而且你不可以寫amonia nitride 加KOH 因為那是Full equation 人家叫你寫Ionic equation 這就是Ionic equation 之後 suggestive potential hazard of one of the chemical use 可不可以告訴我 有什麼 可能潛在的危險呢 of one of the chemical 我可以寫一下 好嗎 有什麼chemical 會有危險的變化呢 第一個 譬如我們有KOH 用到 我們還有什麼用到 用到 amonia amonia nitride 用到 起碼寫到這些 KOH 這個 輕氧化格 corrosive 拿手 還有amonia nitride 看看Thomas有什麼 什麼 不是 肥料 通常你看到 一些農場 有沒有試過呢 聽不懂農場 火灼的大火 因為其實它們是炎的 即是很容易燒著的 它們是flammable 或者它裡面這些成分 其實是有時候會用到一些炸藥 有什麼TNT 不過這些就 現在A-level不用問 即現在DS也不用問 但這些可以用到炸藥 它有爆炸性的 但起碼你知道它有這些性質就可以了 一是flammable 一是explosive 還有KOH一定會 是不是 所以這些這麼強勁的 又叫做什麼 Caustic 有沒有聽過 Caustic 沒有 有些沒有 即是Caustic 所以可以用這些戴手套 麻煩你 如果你問有什麼安全性的 麻煩你 裝飾 麻煩你 戴手套 好 即是amonia 是非常堅固的 是非常用於水的 如果用於水的 那是上邊的顏色 amonia 非常用於水 就會出這些 State the advantage of using an inverted funnel 為何要用一個 inverted funnel 為何要用一個倒轉的漏斗呢 Thomas 為何 prevent second bell of HCL 好 對了 中了 是, second bell of HCL 沒錯 說得好 剛才說一次 你幻想一下 先說一說 如果它在這裡 NH3 它在這裡 很放在NH3 很放在這個HCL 因為它有水 二來這個amonia和XCL是一個酸一個格,所以會有 neutralization 的東西 所以它是非常融入這個東西的 你話說說融了進來,即是裡面真空 真空的話,是不是外面的air pressure就會擠出了XCL 如果我不用這個漏斗,我就會反轉 如果我這樣放,會怎樣 XCL一碰到就會扯上去 一擠上去就可能會走回頭 這樣就不行了,所以就是prevent sucking back 沒錯,好,可以寫了,兩個原因 兩個都可以,增加一個surface area for ammonia to dissolve 又可以,或者第二個 去prevent sucking back of HCL 剛才Thomas就將兩個融在一起,所以非常之好 prevent sucking back of HCL 好,這就是第一分枝 這個就不關Tidration的問題 所以考你了解這個實驗的setup 好,快點去到後面 它就說25個Cm³s was transferred to a conical flask 即是剛才我們已經出到一個什麼 amonia加HCL,我可不可以寫一條色先 寫一條色先 這個位置出了些amonia出來 之後就加上HCL 然後就加上HCL 就出了一個amonium chloride 是吧? 因為這個是in excess的 因為現在正在做back time creation 即是這個是in excess的 這個是有多的 即是待會最後會有些 unuse的 麻煩你 有些未用的 有些未用的XCL 但是這個不寫了 好,那它就會將什麼? 將這個solution 現在要弄到100個Cm³ 弄完之後呢,就拿什麼? 就拿25個Cm³出來 明白,拿25個Cm³出來 那現在它就說了 將25個Cm³ transfer到一個conical flux 這個是conical flux 所以我叫它畫圖就是這個意思 一定要畫這些東西出來 這個就是25個Cm³ 它說 Titrated with 什麼呢? Titrated with一個 0.1molality sodium hydroxide 還要用一個什麼? methyl orange as indicator 在哪裡就知道這些東西 那上面用了多少? 上面就用了41個Cm³ 41個Cm³ sodium hydroxide 那實際上給了什麼呢? 給了有sodium chloride的molality 和它的分子給你 所以先給我寫一條equation 第一步 equation馬上幫我寫 sodium hydroxide加HCl 先出什麼 阿Sir為什麼會有這個hazzochloric acid? 為什麼會有hazzochloric acid? 因為hazzochloric acid就是剛剛我想說 還沒用完的部分 剛剛還沒用完的部分 讓我寫一條色先 我動不了 我給不上人進來 那就是出了sodium chloride加H2O 這裏是用了多少? 多少mol? m乘V就是它的mol 所以sodium hydroxide就是0.1乘41 除過18000 除1000 就是4.1乘10的-3次 4.1乘10的-3次這麼多mol 那就是這裏又用了多少mol? Thomas? 一樣 因為它們的ratio是1比1 因為ratio是1比1 所以這裏都用了4.1乘10的-3次這麼多mol 那就是這裏又用了多少mol? Thomas? 一樣 因為ratio是1比1 所以這裏都用了4.1乘10的-3次這麼多mol 所以這裏都用了4.1乘10的-3次這麼多mol 那就是number of mode of HCl in 100cm³的時候是多少mol? 25cm³裡面它就有4.1乘10的-3次 即是抽了幾份之幾出來? 抽了四份之一出來 四份之一就有這麼多 那現在100cm³一條式應該怎麼找找? 沒錯,將這個數字 4.1乘10的-3乘4 那就是0.0164 0.0164是在100cm³上 這個是用剩的 這個是用剩的 那我想問 那就是它用了幾多? 本身有幾多的? 你給我一個數字 本身題目說是有0.0485mol 本身是有0.0485mol 現在用剩了有0.0164mol Jessica,即是它用了幾多? 用了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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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0.0164mol 用了0.0164mol 這個是還沒用的 下面是還沒用的 用減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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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是0.0321,這塊是0.0321,那就是這塊都是0.0321 因為全部都是1比1的,對不對? 那就是現在可以出現了,Mass of Ammonium Nitrate Mass of Ammonium Nitrate 多少?就等於什麼? 等於你的mol再成為molar mass 我先計算一下,自己計算一下 這個是多少?這個是0.0321 Marco這裡計算了多少?幫我按個答案出來 按什麼?Thomas 又等我按你們,開不開? 2點? OK,2.568幾 好,2.568幾,我們試一下把2.568幾 試一下除3.15 答案就是81.5% 這個我不按了,你計算了個答案之後 我叫X,好嗎? 好,你計算了一個答案之後 那之後你就把這個數塞進去 剛才我們呢,一開始就給這個 這個位置 除3.154% 答案就會是81.2% 那答案就是這樣,OK 好,之後 最後一條,落堂 我選擇一條試,要展示 小融合體的水分 那一條試,選擇 什麼顏色? 好,最好不要寫粉紅色 它有一個特別的紫果 這個顏色 Linex Flame 沒錯,完成 好,拜拜,落堂 好,完成了,剛剛好 終於完成了五分鐘 這條呢,就看得出大家呢 這個不是很熟悉的 這個是考Beg Tidration的 幫我抹下它,考你的Beg Tidration 跟平時那些直接Tidration 是多多少少步驟的 但是只要你畫一幅圖出來就不難的 那幅圖就是我剛才這幅圖了 如果你真的不明白的話,畫一幅圖 我已經寫完這步驟了,自己回去慢慢 逐步逐步溫化 那你下次就會做了Enthalpy的步驟 那你會見到我一堂 盡量溫幾個項目,不想考一個項目 因為你考試也不會考一個項目 所以我講得會比較快的 如果真的忘記了,不懂,記得自己開咪問 尤其現在大家很多時候都想想 OK?那Jessica,有沒有問題?